那么对于以上介绍了铁 二架铁三架铁的一些简单化合物的性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铁系的另外两种元素 骨和镍的化合物呢 简单介绍一下 也是它主要是两种氧化物 氧化物两大类型化合物吧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与酸碱反应呢 对于骨 从它们酸碱反应氧化性 还原性呢来介绍 对于骨呢 也与铁有类似的三种氧化物 分别为灰色的氧化骨 灰黑色的三氧化二骨 和黑色的四氧化三骨 那么这三种中呢 对于纯的三氧化二骨呢 并没有得到 它仅存在于四氧化三骨中 这是要和和那个铁 所不同的一点啊 铁的三氧化二铁 是得到会得到那个 纯净的化合物 它得不到纯的这个化合物 而铁呢 有两种氧化物 绿色的氧化铁 和黑色的三氧化二铁 这两种化合物 那么经常纯的这个 三氧化二铁呢 和骨也一样 也没有得到 经常我们所见到的 这个三价的这个氧化物呢 是碱氏氧化镍 这种铁带个腔机 解释氧化镍的形式 那另外还有一种镍的四价氧化物 一种四价氧化物是什么 二腔机氧化镍 或可以写成这种水和的形式 是一水和二氧化镍 其中镍的氧化数呢 为正四价 它是很强的氧化性物质啊 对于它们的氢氧化物呢 对于和氢氧化铁 氢氧化铁相似呢 氢氧化镍呢 属于碱性氢氧化物 因此呢 它不容于碱性溶液中 锦和酸可以反应 而骨呢 却不一样 氢氧化骨呢 为两性的氢氧化物 一看两性说明什么 我既可以酸反应 也可以于碱反应 那么它和酸碱呢 有这样一个反应 它可以和酸反应生成的是 完全的是最典型的中和反应了 是吧 可以生成的相应的盐和水 典型的中和反应 那么它和碱反应呢 和农的氢氧化钠反应 将生成这种配胃酸盐 配胃化合物酸盐 四腔基和骨二酸钠 这种化合物呢 它成的是红紫色 是二价骨的酸盐 以二价骨为中心形成的配胃化合物的酸盐 它是生成这个展现出它的两性性质 而为什么不说氢氧化三铁 氢氧化三铁是两性 这个和它是有本质的区别 这是不管你放多久 我都会有这个反应 生成的二价骨骨的酸盐 成红紫色 如果在二价骨的溶液中呢 加入氨水 将生成蓝色的碱氏盐的沉淀 叫做碱氏氯化芽骨沉淀 而这个沉淀呢 将会融于过量的氨水和氨的混合溶液中 形成黄色的这种绿氨和骨二配氧离子 在这里我要说明点是 我们在学三价个离子的时候 氢氧化个和氨水反应 先生成的是氢氧化三个沉淀 如果氨水过量 在保证有氨根离子大量存在的条件时 这个反应 氢氧化三个将会融于 这个氨水溶液 当时强调过 为什么要保证 有氨岩的就是 氨跟离子的大量存在呢 大家想想 有两方面原因对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如果当有大量氨岩存在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你看生成的配合物 它肯定要跟有大量的氨分子形成 那么氨水 它在水溶液 它有一个平衡态 解离平衡态 生成氨跟离子 如果有大量氨岩存在 就是说白了 有大量氨跟离子存在的时候 这个解离平衡会向着逆反应方向进行 保证有足够的氨分子存在 这样子 那么对于形成配合 胃化合物的这个 胃化合物本身也有个平衡 如果有大量氨分子存在的话 我是不是更容易向形成配合物方向发展呢 这是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原因呢 那么有大量氨跟离子存在的时候 我抑制了这个氨水的分解 那么氨水的分解的话 说明什么解离出来的清氧跟 浓度小 那么清氧跟浓度小 虽然你那个 你古二价 你电荷也不相当 也相当 相对于一价肯定高了 它对象跟吸引能力 肯定就是没有那么强 少啊 接触不上了 就不至于生成它的氢氧化物沉淀 以保证那什么 整个沉淀不就溶解了吗 是吧 就是这两方面 一个是保证 这个氨分子 有足够的氨分子 形成配合化合物 第二点 抑制这个水解过程中 保证这个氢氧氧氧根的浓度足够小 小到不能形成这个沉淀 是这两方面原因 和这个在这里边的原因 和形成三架个粒子 那个解释原因是一样的 这个在讲个的时候应该强调过 对于二就是涅盐呢 二架的涅盐呢 熔液中加氨水的时候呢 它也是会先生成绿色胶状的 碱氏 氯化涅 沉淀 那么这个绿色胶状的解释氯化涅沉淀呢 如果我把这个沉淀 再加入过量氨水 氨水继续加 继续加 也会形成这个六氨和二氧配氧离子 也就是说它这个沉淀 也是会溶解在过量氨水中 原因呢 和刚才我们讲的原因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反应是这样子的 这个解释氯化涅呢 解释到氯化涅呢 生成和氨呢 分别生成六氨基和氏二配氧离子 本身是在解释条件下 那么当有逐量的氨盐存在时 氨水呢 和氏也不能层层沉淀 将直接形成氨的配位化合物 原因和三架各离子 以及刚才说我们说的二架骨离子 形成的化合物的原因是一样一样的啊 对于形成的这两种配位单元呢 只要有配位化合物肯定有配位平衡 那么这平衡肯定有一个k纹 那么这两个k纹我们比较一下啊 对于六氨基和六氨和镍二这种配氧离子呢 它的稳定常数是5.5乘以10的八次方 那么对六氨基和骨二的这个稳定常数呢 是1.3乘以10的五次方 哪个大 镍大 对吧 那么如果我现在说 我说你溶液中现在呢 有镍和骨的两种离子 你的我想把它分离 你如果我要给你这平衡常数 你第一想什么 谁先分离出来啊 谁先分离出来 想一想啊 那么利用他们这个配位单元 稳定常数这一个微小的差别呢 我们可以控制体系的氨水 浓度 从而使呢 二价骨呢 保持沉淀状态 而使二价镍炎 转入什么 溶液中 肯定是骨先出来了 因为镍的那个 K纹呢 平常数大 肯定它先称配位化合物了 然后呢 再形成 它是肯定在溶液中 配位化合物不是溶解溶液吗 那骨它先称 先称沉淀出来了 所以利用这个微小差别呢 我们可以达到二价骨和二价镍的分离 而铁跟骨和镍就不一样 二价铁就不一样了 它不能溶于氨水 它生成的还是沉淀 没有它上面形成配位化合物那种作用 干燥的二价骨盐和二价的镍盐呢 可以能够迅速的吸收氨气 形成它的无水配位化合物 而在干燥条件下 它们跟氨气呢 也可以反应 也可以反应生成配位化合物 本身那个配位平衡 就是一个很大的 K纹就是比较大 生成它这个干燥条件下 生成的反应是这样子 硫化芽骨和氨气反应 生成的是这个硫酸六氨核骨这个盐 而镍呢同样和氨气反应 可以生成这个盐 我们这本教材非常强调 这个配位单元的中括号 如果考试中 你不写这中括号 就是错误 要区分 区分出这个配位化合物的内外界 对吧 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对于它们的三价盐呢 三价的氢氧化物呢 对于氢氧化三骨和氢氧化镍呢 是均为碱性氢氧化物 它们不能和氢氧反应 但可以溶于酸 那么对它们和酸碱性反应 酸碱反应在看呢 我们觉得它兴致有一定的了解 再看它的氧化还原性 物质无非和酸碱反应 本身呢氧化还原性 就这两大方面嘛 是吧 那么它氧化还原性 同样跟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也分为酸戒指和碱戒指 因为氧化还原性 我们一直强调跟戒指条件 息息相关嘛 对于三价骨来说呢 它的氧化物的氧化性是很强的 它可以将盐酸氧化成氯气放出 这个化学反应是 氧化三铁和盐酸反应 得不到它的三价铁盐 三价盐的氯化物 而是什么 生成的是二氯化骨和氯气 它的氧化性比较强 那么铁的氧化性呢 比骨的还要强 我们有下面的化学反应成氏 就可以看出 对于铁呢 它可以在酸性条件下呢 将这个硫酸根中的 负二价里氧呢 氧化成氧单脂 放出本身还原为二价铁离子 对于三氧化二铁呢 和盐酸反应 也有类似四氧化三骨的 那种反应方式 生成的是氯单脂和氯化镍 这个反应方程式 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说了三氧化二铁 纯的我们根本没得到 是吧 它通常所见的是这种 碱氏氧化物 碱氏氧化镍 因此呢 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 碱氏氧化镍和盐酸反应 最后生成的是 氯气和二氯化镍 这种格式 这两种格式都算对 那么还有一种 它的四价的氧化物 对吧 这个二氧机氧化镍 也可以写成 这一水核的形式 其中你看三价氧化性 那么强 它四价的氧化性 会极其的强 也是会更强 那么在碱性戒指中呢 三价铁和三价骨的氧化性 都会降低 和三价铁的降低原因 也是一样的 氧化型的那个浓度 整个降低的 对于这个电机电视电队的呢 整个电机电视也是降低 那么降低同时说明什么 氧化性的氧化剂 强度呢 降低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三价铁呢 和这个解释 我们知道上节课讲过 是负到0.56伏 而骨呢 在解性条件下呢 它的电机电视 比它还强一些 是0.17伏 它可以什么 从而它 它可以把它氧化 生成三价 对吧 这个三价骨 氢氧化骨 可以把二价的 氢氧化铁 氧氧化铁是氧化铁 生成三价 通过它们电机电视 进行对比 那么它们的电机电视呢 都 你看 我们刚才上节课讲了 对于三价铁 这个氢氧化骨 形成电机电视 0.56伏 而三价骨和 二价骨形成的 氢氧化骨电机电视 0.17伏 它们 在比相应条件下 氧气和氢氧根 组成的电机电队的 标准电视 0.401伏呢 都要小 所以氧 在空气中呢 就可以被氧 氧化成高架 所以它们在空气中 可以被氧化成高架 生成相应的 三价的氢氧化物 原因就是说 它们的这个电机电视 本质呢 还是低 是吧 能斯特方程判断 那对于氢氧化铁呢 在空气中 却不能被氧化 就是雅铁 如果这个叫氢氧化铁的话 三价氧氧化物 叫做氢氧化高铁 这个名称 如果叫氢氧化雅铁的话 那么对于三价来说 你就可以叫做氢氧化铁 叫区分高铁 那么在空气中呢 它是不能被氧化 如果想制备这个 三价的氢氧化物 或可以写成这种水 水核形成 一水核二氧化铁呢 就要用更强的氧化剂 来氧化这个物质 更强氧化剂 我们通常熟识什么 双氧水 这个绿色氧化剂 对吧 氯气和次氯酸钠 它们氧化性呢 在碱性条件下 都是比较强的 因此呢 我们其中举一个例子 以氯气来为氧化剂 在碱性条件下呢 可以将这种 二价的氢氧化物 氧化成三价的氢氧化物 黑棕色的 这个三价氧氧化物 那么对于骨和镍的盐力呢 我们也是像铁那样子呢 首先介绍它 硫化物的盐力 那么对于它 对于骨和镍呢 存在的是 二价硫化物的盐力 和硫化亚铁 三硫化二铁呢 一样都是黑色的男人物 氮呢 都溶于细盐酸 这在氧族中 也提到过 分离的话 它们分离是不能通过 生成硫化物来分离的 如果像二加骨和二加镍的溶液中 加入硫化物或硫化钠 或硫化氨呢 将生成相应的硫化物沉淀 同样条件 也必须保证是 弱减性条件 原因和铁二价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酸性条件下 它们相应的硫化物 都会溶于酸中 那么在所以呢 在酸性条件下 是不能生成的 那么也一样 在酸性介质中 如果细盐酸介质中 通入硫化氢呢 也是得不到 它们相应的硫化物沉淀 也是推而广之 那么在细盐酸条件下 通入硫化氢气体 得不到铁系元素的 二加硫化物沉淀 因为它们全容 包括三加的硫化物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对于电荷低的 二价铁离子 二价骨离子 二价镊离子 它们水解的程度 要相对于高价态来说 程度是很低的 那么举一个例子 在讲炭族一章中 我们涉及到一个 名词叫做什么 变色硅胶 那么变色硅胶里边的指示剂 颜色指示剂什么 就是二价骨的绿盐 二价骨的绿盐 那么二价骨的绿盐 如果它水解程度差的话 它就不会把这个 在水解过程中 肯定形成其他化合物了 而不能显色 显示这个 咱们所见到的那种现象 那么它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 绿水和二绿化骨呢 受热脱水的时候 脱出这个水分子的时候呢 是不会发生水解反应 最后生成的是 二绿化菇的话 是无水的盐 是蓝色的 那么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就知道 这个如果这个 你那干燥剂 就是那个硅胶 那个吸水啊 知道这个体系 已经全变红了 说明什么 它肯定不能起 不能起到这个干燥剂作用了 也不能止湿剂作用了 你必须把它进行 那个再生处理 那么再生处理的 就是利用它这个水解程度差 可以在加热出水的时候 不会发生水解 因为加热的话 会促进水解反应发生 那么它不易水解的话 它只能把水分子失掉 而不是生成其他的碱氏盐 那碱氏 碱氏呢 什么绿化菇了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呢 可以通过这个反应 就是说 变色硅胶的再生反应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在120 120度的温度下呢 加热 放置一段时间呢 就会有粉红色的这个盐内 变成蓝色的这个二粒化菇 你可以继续使用 那变色硅胶是 这就是干燥时候的一个反应方程式 在高中时候 咱们经过一个去味实验 叫做变色花实验 当时我上高中是因为我的学校 它有这个老师演制实验嘛 老师拿来一个就是变色花 就是粉红色的 然后在酒精灯上烤一烤 发现这个 哎呀 这个花颜色 由什么粉红色 变成紫红色 变成蓝紫色 最后变成蓝色 当时觉得 哎呀 世界好奇妙啊 发现这个像变 像变戏 变戏法似的 实际上 它就是利用着这个反应 利用骨盐这个反应 二价骨盐呢 不宜水解 那么加热之后 它会经历这一系列过程 你要是有兴趣的 可以做一下 因为你们实际上 就是天平呢 旁边不都有那个 变色硅胶吗 它变红的话 你可以拿到红箱里边 看一看 就加热 看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失去四个水之后 变成凉水盒的 这个二粒化钩呢 是紫红色 然后变成一水盒 二粒化钩呢 是蓝紫色 没有水了 变成蓝色了 这个现象挺好看的 你也可以 自己制作的变色花 有时候它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三下香那个 可以到中学时 给小孩们演示一下 非常非常的奇妙 因为小孩子 它懂得少 你每做一遍 都对它一个 人生观的建立和吸引 是吧 那不仅二价骨 三价骨呢 和三价内的氧化物 和氢氧化物 属于呢 强氧化剂 它们的氢氧化物 都属于强氧化剂 本身的三价骨离子的氧化性 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从它的电极键式 可以看出 在酸性条件下 三价骨离子 和二价骨离子 组成这个标准的电极键式 是1.92Φ 这1.92Φ 很多同学没印象 你用1.92Φ 老师你说强就强 我举个例子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咱们实验室 包括你们最近 就是这些学元素的时候 最经常接触的 那个氧化剂 是什么 高猛酸甲 高猛酸甲和这个 和二价猛离子 在酸性条件下的时候 才是1.51Φ 再强点 二氧化氧 酸性条件下 和二价千离子 那个是多少 1.70Φ 或者精确到 小数点 后两位是1.691Φ 45Φ就变成1.70Φ 那个你想 它们都是很强 它是1.92Φ 能有多强 相当的强 它强到的 可以把什么 二价猛离子 氧化成成 高猛酸根离子 它就强到这种程度 非常强 那么同学有疑问了 这么强 你实验室还用高猛酸甲干啥呢 你全用三价骨离子得了吧 但是呢 它还是这种强到强 太强 有的时候 人要平和 和谐才能发展 你太强了 它拔尖的话 你叫什么 就消那个麦麻 太强了 它在水中 不能稳定存在 把水直接又氧化 生生氧气了 自身 缓降成二价骨离子 这下平和了 不能再进行反应了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反应 所以链的氧化性 在酸中比它还强 所以这个三价链呢 在水中呢 根本就不能够存在 一般的话 我们不选择这种氧化剂 难以控制 太活跃了 这分子太活跃了 是吧 那么对于骨和镍的冶炼呢 也是一颗大的部分 大家最部分呢 作为一个实际性的东西 就可以 我觉得那个 就是对于冶炼方面考试的话 如果书上没有明确的 这个反应方程式的东西 你可以作为一个 知识性普及性的 科普知识来看 如果有些 比如说 蒙的蒙颜的提炼吧 涉及到大的方面的 就是有些化学士 非常精准的化学士 给出你 你就要重点看 因为去年堂码 我出了三道制备题 全是工业生产 什么什么什么 一点没变 都是你们的书上的原题 但是这个题答的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有些同学 就没有偏向这方面来看 所以你复习的时候 要注意这方面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就实际性就行 科普一下 将来你们去参加 什么制原子的活动 你能把这些东西 当故事 讲给他们听 就可以 那么我国的链矿呢 多为那个 铜链硫化物矿 那么这个 咱们需要知道 得到的链 要除去铜 除去硫 对吧 都是硫化物矿 那么怎么来弄呢 一般是经过粉碎 然后焙烧熔炼 首先是 它这边还有铁 使硫化铁 转化为氧化铁 再转变成硅酸铁 然后如渣出去 以节奏体系中 硫化铁的含量 另外呢 将得到含有 硫化镍的 冰铜的冷却输热 这时候呢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组分 二硫化三镍 硫化 亚铜 形成了 互不掺杂的晶体 各式干嘛 就是分 能分出来 然后再用机械的方法 进行分离 有同学问了 这个化合物 能不能稳定存在 就像 二 五硫化二B 我们说了 五加的B 氧化性机强 会把二加硫理子 氧化 是自尊被还原三加B 对吧 那么 我刚才说了 面 三加 能不能稳定存在 但是在 为什么现在有这个化学方程式 我跟孙老师探讨过 孙老师认为说 可能在这个条件下 它可能作为一个中间建稳状态 存在 这只能说说生成这种晶体的一种化学式吧 分子式吧 化学式 一种组合的 只能成组合式吧 然后进行分离 大家这个东西可以将来的时候 我们再明确一下 这个是二是吧 我再考察一下 我就怕这个正确实存在 因为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再跟孙老师再探讨一下 如果将硫化镍 锻烧成氧化镍呢 也可以在高温下 再进行碳还原 生成氧化镍 然后得到粗镍 现在得到粗镍了 我需要提纯怎么提 电解反应 肯定是 很多的这个 解决过程都是这个过程 是吧 电解 那么以粗镍作为阳极 以纯镍为阴极板 度镍 把那个阳极 把它度到阴极上 那么这个电解液 就要选择这个镍的 炎令 是吧 为溶液为电解质进行电解 最后呢 会在阴极板上得到 纯度为三个九的金属镍 那谷的演练呢 谷的矿物呢 多为硫化物和涉化物的矿 在刚开始我们介绍过 这些矿呢 通常伴有的是 镍铜和铅 那么它的过程 也都需要粉碎 粉碎完了烧 烧完之后处理呢 转化成氧化物 同时呢 参参变成这个 就是6氧化4参呢 挥发出来 经过冷凝回收呢 参也可以利用 然后将其余的 混合的氧化物呢 融于锡盐酸 或锡硫酸中呢 那硫化物就变成了 硫化性气体 放出来了 再经过工业回收处理呢 硫也可以转化成应用 然后呢 再加入沉淀 除去硫化亚酮 这个硫化酮 硫化钳 以及这个 酸硫化2B 这些杂质 再向这种体系中 加入石灰 石灰的作用呢 是这个铁离子 剩上氧化铁 除去 这个沉淀除去 放在炉渣下面 同时生成 有些生酸盐 还没出息呢 生成生酸钙 生酸青钙呢 除去生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最后再加入氧化剂 把骨氧化成 这个三架的形式呢 沉淀呢 吸出来 这是这个反应 二架骨盐呢 生成的是在 强氧化剂的条件下 才能生成三架的骨 然后以 在减轻贴脂中呢 生成的是 这样三架呢 沉淀吸出 铁呢 也可以将 以高价态的氧化物形式 出来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铁的含量 单呢 首先是 骨被 骨呢 被氧化吸出来的 是骨啊 首先 然后呢 再将这个氧化骨 加热 得到氧化物 在焦炭 高温的条件下呢 进行还原成单指 最后 电解这个 初级的这个铁 然后 初级的骨呢 最后进入电解 纯化呢 得到纯的 金属骨 这是一个过程 实际下就行 谢谢 谢谢大家